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的荒荣一斗角色攻略 他出一期荒荣一斗的养成攻略 嘴巴手来教大家搭配和养成一斗的相关阵容 顺便还会提供一些一斗的培养建议 让大家培养得更加轻松 一斗的这种搭配相对比较固定 演戏组织也不打元素反应 加上又绑定五郎也玩不出什么新花样 欧亚户三岩队或四岩队 虽然配队但都小意 但能将它是一斗的 加点和注意事项还是不少的 接下来就给大家细讲一下 豪华四岩队中尼阿贝多五郎一斗 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 兼顾了伤害生存和循环 毫无疑问是一斗的最佳配队 但不考虑成本显然是不现实的 三个五星角色可不是说拿出来就能拿出来的 特别是阿贝多 很多玩家应该是没有错阿贝多的 没有阿贝多和炎主和宁光可不可以呢 呃,如果用较高练度的炎主和宁光 受四岩显然是没有问题的 但绝大风玩家的炎主和宁光练度都不高 甚至都没怎么练 在没有一定练度的情况下 强心和一斗堵四岩也就当过充能工具人 给队伍带来的提升着势有点微妙 没有阿贝多没有高练度宁光和炎主的情况下 更建议大家放弃四岩队直接走三岩队 众里五郎一斗三岩队 没有拉阿贝多的充能协助 离命和一命一斗 大招就很难做到无缝循环了 除了抽两命外 还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意思是带一个充能辅助协助充能 一般是带雷主和雷神 雷主除了充能以外 没有其他任何功能性 带雷主和带低配灵光和炎主 协助充能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同样不推荐 带雷神会六威好一点 毕竟雷神协助充能时还能提供一些输出 但也只是六威好一点 雷神一剑加上一斗吃不到 拿来和一斗搭配也就是个伤害高点的充能攻击人罢了 还有就是对杰拉风玩家而言 雷神是要让给国家队的 能不能把雷神抽出来给一斗用都不好说 第一种办法显然问题太大不太好使 更推荐大家用第二种办法解决 那就是给一斗自身队充能经过测试 重力五狼一斗三眼配队 只需要把一斗元素充能效率队到150以上 在队单时基本上就能做到无缝大刀循环了 充能问题解决队众中的最后一个角色 就可以挑选一些强力加伤辅助 或负C来进一步提高队伍的整体伤害了 加伤辅助比较推荐的有班尼特莫娜 负C比较推荐的有菲西埃巴虫和罗莎莉亚 很多小伙伴可能会问 2.8刚退出的夜兰能不能搭配斗子哥 大家肯定是可以搭的 夜兰的架伤一斗是能吃得到的 但问题是一斗主打重击 在实战中触发夜兰大刀的频率与拙势有点低 会浪费大量夜兰大刀的伤害 虽然对夜兰大刀的利用率不高 但加伤是实在的 只要横力换一队陪退不冲突 夜兰给一斗用其实也还不错 阿贝多五郎一斗也是比较长的一种三眼队 和钟离三眼队相比 有阿贝多邪入创能 整个队伍的创能压力会明显缓解 伤害也微略微高一点 但缺点也非常明显 没有钟离的后盾那就只能靠解晶盾 顺存压力相比钟离三眼队会大很多 触发少年功名的增伤也会变得不太稳定 阿贝多五郎一斗三眼队对解晶盾的依赖性很大 所以最好能选择可以后台持续怪元素的负C或辅助 如果还能再提供一些生存能力 那就再好不过了 比较推荐的有是做金伯茉娜 星海和七七 在生存压力不大的情况下 金伯茉娜的优先度是最高的 能做到回血后台怪元素和将兼顾 生存压力大金伯茉娜可能就有点撑不住了 此时就可以换成星海七七这种强力奶妈 以上上个角色是推荐度比较高的 但他们都是五性角色 你要是都没有的话也可以换成迪奥娜或九七人 如果你比较忙不需要奶妈 直接带菲歇尔 霸从这种脱蛇富士A进一步提高伤害也是可以的 一斗的核心配的角色 主要是钟离阿贝都和五郎 所以接下来钟离给他讲解一下 这四个角色的武器圣语又搭配以及天赋加点 一斗作为整个队伍的绝对输出核心 飞装速度以填耀症伤害为主 关于一斗不同武器的伤害实测 今天也给大家发过视频了 想看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我这边就直接给结论了 优先度最高的是专武 其次是吃骨剑 金武吃骨剑被动拉满的情况下 只比专武伤害低5%左右 吃骨剑和专武都没有的话 那就带白影剑 今天到午可以超过除了专武和吃武剑以外的所有武器 其他武器都不如白影剑 就不给大家推荐了 剩一物只推荐花管四剑 你就管首选暴击率或暴击伤害 次选防御力 九次暴击率建议保持在60%以上 控制杯只推荐炎伤 没有炎伤杯可以用防御力过度 实际上首选防御力 在充能不足时可以换成元素充能效率 一般来说 带阿贝多的四眼队或三眼队 都是不需要给一斗队充能的 需要给一斗队充能的队伍 主要是重力带队的三眼队 重力 五狼 一斗 三眼队想要做到大洛无缝循环的话 需要把一斗的元素充能效率 对到150以上 小职位首选暴击 暴击百分比防御力 四选百分比攻击力和元素充能效率 一斗的技能天赋都很重要 都是要点的 推荐先平野和达罗对点 之后再点异技能 重力 建议走雪女王法 尽可能提高护盾强度 保证一斗泡发技技能战装输出 武器 推荐黑鹰枪或西风枪 整队驱充能时 可以带西风枪缓解一下充能问题 不驱充能就带黑鹰枪 进一步提高护盾强度 重力 圣一物推荐千炎四剑 可以额外给一斗提供一点增伤 以只罐控制杯时杀 建议全带生命值 带西风枪的话 可以用小辞罪对一些暴击率 天赋加点推荐主翼副大招 平野可以不点 捕狼加上只看固定天赋合一技能等级 和决策资认的属性没啥关系 所以赔偿方面只需要无脑对充能 保证大刀的释放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武器带西风裂弓时最优解 对整队驯华来说 西风裂弓就得最佳选择 西风弓没有的情况下 可以退外首期四选基礼弓 如果充能溢出了 不需要带西风弓这么强力的充能武器 在有中末弓的情况下 倒是也可以把西风弓换成中末弓 给一斗六位带来一点伤害提升 圣鹰雾其实没有太大要求 带啥都行 个人比较推荐绝缘2加流放者2 或者你带流放者事件也是可以的 以上搭配主打充能 如果充能没什么问题 也可以带中师4 虽然在眼队里中师4带的出提升比较小 但业总比没有好 圣鹰雾辞罪理直观推荐治疗头或暴击头 带西风弓需要对暴击率 暴击头是非常好的选择 四命武狼的话也可以带治疗头提高奶量 控制杯一般没啥要求 如果是四命武狼可以带防御杯进一步提高奶量 实际上推荐语言素生能效率 提高大陆的施放频率 语言素生能效率建议保持在200%以上 小磁碎首选语言素生效率 带西风弓的情况下也比较推荐用小磁碎对接暴击率 天赋加点只需要点异技能 大陆和平野都可以不点 最后是阿贝多 配方思路和一斗一样 也是提高增伤害为主 武器肯定是首选阿贝多的毕业武器 橙沙之纺锤 不过这把武器是活动限定 很多小伙伴可能错过了 错过了的小伙伴可以带三星武器 黎明神剑 虽然不如装武 但也非常契合阿贝多 圣移物首选滑管四剑 臭不齐四剑也可以带 霍华2加盘2过渡 在装武橙沙之纺锤的情况下 椅子冠一般就只推荐暴击头了 如果不带暴击头 暴击率还能超过60% 那倒是也可以换成暴击头 带黎明神剑行动会不太一样 理直观优先防御头 其实是暴击暴击头 控制杯只推荐炎伤杯 没有炎伤杯可以用防御率过度 死杀只推荐防御力 小时就选暴击暴击和百分比防御力就可以了 天赋加点推荐主意技能 风大招平A不点 好 再来用四眼队进入实战 给他讲解一下 一斗炎队的输手法和操作细节 一斗炎队特别是四眼队 在输手法上还是有很多细节需要注意的 不注意的话是很容易丢伤害的 接下来的内容 第一次玩一斗炎队的小伙伴 一定要认真听好了 在进入战斗前 尽量不要把一斗和阿伯都放在前台 主要是因为后管套在后代可以叠被动 把带后管套的角色放在后台 可以在开始战斗前 先叠几层后管套被动 这样开局的伤害就会更高一些 如果一斗带的是赤骨剑 那还是更建议把一斗放在前台 先叠赤骨剑被动 两害取其轻嘛 先叠赤骨剑被动 整体伤害的收益会更高一些 进入战斗重离线上盾 切五狼EQ 再切阿贝多E 五狼EQ在前 阿贝多E在后 是因为阿贝多的E是索面板机制 放在五狼EQ后面可以吃到更多增伤 阿贝多E完切一斗上场爆发 这边需要注意 一斗千万不要使用快捷达到出场 也就是AT加数值剑 手绝端则是直接点大刀剑 不对剑快捷达到出场 是因为快捷达到出场会吃不到五狼的骑士加伤 正常出场再开大招 五狼的加伤就不会丢失了 一斗开解刀后 先丢E技能 最后先A3架展一下怪力之乱神 也就是重击被动 接接重击 重击完A3下再重击 两套重击打完一件CD应该就好了 就再丢个E技能 最后还剩一点大刀时间 就不要平A了 直接AG重击打完下场 如果你是一命一斗 开大是可以自带制造两层以上重击被动的 所以开大丢完E技能 就可以直接重击开轮了 打完第一轮重击后 再接三A重击 一斗包放完毕 切回重击按以上流程机器循环即可 诶 如果你带的是白影剑 想伸满白影剑被动 让输出最大化 就需要略微改变一下输手法了 依旧是重击先上盾 重击上完盾 先不要急着开启循环 先前一斗A3下跌白影剑被动 A3下A完立马切五狼EQ J切阿贝对E 一斗上档前A1下 续一下白影剑的被动时间 顺便把白影剑叠至满层 之后立马开大开始爆发 爆发减速第二轮循环 也需要一个小操作来保住白影剑被动 一斗输出完下场 立马切重凌上盾 重凌上盾需要牵一斗 平衡一下保住白影剑被动 之后再牵五狼走流程 讲完速手法 这里来讲一下培养一斗纯炎队时 武器和命之座该如何选择 重凌哈贝对命之座提升都比较小 组完纯炎队也不像有什么单吃武器 这边就直接略过了 主要来回答一个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那就是一斗的专武和移命该如何选择 这个问题你要是能看明白的话 其实没啥好犹豫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主要是因为一斗和武狼是绑定的 你给一斗补名之座 不也是同时再给武狼补名之座吗 也就是说给一斗补名之座 相当于获得了双分的提升 实际能带来的提升是远大于一斗专武能带来的提升的 况且一斗专武相比赤武剑提升还不大 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 在武狼没有满名之前 竟然优先给一斗补名之座 不仅能提高输出还能优化输出时的手感 就算是只考虑移命和专武 也是更推荐大家优先给一斗补移命 之后再考虑专武 推荐优先给一斗补名之座 不代表一斗离命就不够用 对平民玩家来说 一斗和武狼都是离命的情况下 也是够用的 平民玩家一定要亮灵而行 千万不要上头 好 记得关注再走